大家好,今天會做金罐牛油曲奇 會做原味和咖啡味 先看看材料 先開罐金罐牛油 然後可以用法樽打法 曲奇的靈魂之處就是這罐金罐牛油 如果用了平時的母鹽牛油都會做到 但香味和口感會差很遠 所以建議買到金罐牛油才做 發到它輕身,顏色會淡一點 然後就可以把糖霜繼續發 其實這個金罐牛油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說到牛油,牛當然是重點 牛油是用了紐西蘭100%天然的草字牛 然後用了牛奶去做牛油 大家都知道紐西蘭的氣候好些 它的草原也好些 所以牛油吸收到豐富的營養 做出來的牛油的味道都會香濃一點 而且質感都會幼滑一點 當糖霜和牛油打到它輕身和淡黃色 就可以把低筋麵粉和粟粉篩在一起 然後分幾次加下去,攪拌均勻 記得篩了粉類之後就要轉用膠掛 還有不要起細地攪拌它 當你看到它已經混合好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當你攪拌越多它就會出筋 如果起了筋就會令你做出來的製成品 口感會比較硬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有加粟粉 因為粟粉本身是沒有根性的 所以可以降低整個麵團的根性 另外它就可以吸走多餘的水分 令曲奇鬆脆一點 先降到金筒牛油 除了它的牛奶高質之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它用了傳統的方法 去做這個牛油 它將牛奶倒入木桶裡 然後不停把牛奶倒入木桶裡 直到沒有了水分 就是最純正的牛油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 如果說100%天然 那為什麼它可以有18個月的保存期呢 還可以放在室溫裡 其實是因為它加了大約2%的鹽 去做它的天然防腐劑 所以金筒牛油就只有鹽 所以我們在這個食譜裡 都不需要額外再加鹽 把部分曲奇糰放入擠袋裡 一次過不要放太多 因為曲奇糰其實是偏硬的 所以你需要用到很大的量 才可以擠出來 如果你發覺 哇!真的硬到擠不出來 可能是因為你一開始發牛油的時候 發得不夠 如果發得太強的話 就會令它很卸身 然後焗出來的花紋也會不明顯 如果想蒸咖啡味 就可以把曲奇糰加一些咖啡香油 其實咖啡香油的量 就好看你想咖啡味比較濃 還是比較淡 你可以看一下糰的顏色 覺得夠不夠 或者看我的描述箱 也有一個參考的份量給大家 都是一樣在牛油紙上擠花 然後就可以放進冰箱 令它冰花硬一點 之後就可以拿去焗 如果你擠和我差不多大小和厚度 就大約180-20-30分鐘 視乎焗爐和擠出來的形狀 如果用完整罐牛油和擠和我差不多大小 就應該煮到大約70多塊曲奇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λieran 瓣 4 6 雙 4 5 5